好 另外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请蔡委员来帮我们分析 这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他已经透露了伊朗在下个星期 就即将正式获准加入 由中国还有俄罗斯等国家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 就是我们简称的上河组织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上河组织 是由这个中俄为主导的嘛 那西方方面普遍认为说 上河组织是北约未来在东方最大的重大制衡力量 我想问一下这个蔡委员 是伊朗加入这个上河组织 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解释说上河组织已经从中亚发展到南亚 因为伊朗在南亚嘛 上河组织本来在中亚 上河组织不是一个军事安全组织 但是是一个反恐的合作组织 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刚开始成立 就是以反对恐怖主义保护油田 跟自然资源的这种演习跟训练为主体的 那里面的两大主角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俄罗斯 那有人认为说这北约未来在东方重大的制衡力量 那你北约为什么要来东方呢 现在问第一个问题嘛 你不是叫做北大西洋吗 那除非你要变成北太平洋 或者要变成北半球 要不然干你什么事啊 你北约的时候跟伊朗这边的边界距离很远 那你为什么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 但是对于这个上河组织来讲 他从中亚那几个国家往南走到伊朗跟阿富汗 甚至未来走到什么中东 就是由北南下走纵向的 跟你北约几个国家距离还是蛮远的 因为至少中间那个土耳其 不会觉得他有什么威胁啊 那你其他人紧张什么东西呢 所以土耳其也不是北约里面的怪宝宝 他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上河组织的不断的扩大 象征着中俄影响力 特别是在安全议题方面的影响力 是不断的在让各其他国家有信赖感 有信赖感才愿意加入 加入他都能对他有帮助 何况伊朗也是一个有油田的国家 在上河组织多年来不断的演练的 保护油田的措施对他有帮助嘛 那万一有些什么事呢 那由中国俄罗斯派军队保护他的油田 也是有名正言顺的效果 这是不是也代表着 美国在中东的板块 其实已经慢慢松动了 美国在中东的板块的松动 应该是跟这个沙特有关系 跟中国俄罗斯反而关系不大 如果沙特对美国很感冒的话 那才是美国头痛的事情 因为那个地方是阿拉伯国家 整个北非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一个首脑位置的一个领导国家嘛 那如果沙特如果也要加入上河组织的话 那表示这个已经是从南亚就走到中东了 中东走到北非了 这个蛮有趣的现象 普丁不一定会杀他啦 他只是叫做这个叫什么留校查看 事实上那个时候是 他到200公里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掉头了 继续往莫斯科前进 那当然有可能杀他 因为不可能让你进莫斯科嘛 你进莫斯科就会产生很多不可控的状况啦 可是目前他已经 他那个俄罗斯境内的武器都已经交出来了 那7月1号就要解散 然后有部分人士会进入国防军嘛 那据了解去白俄罗斯大概有8000人 那卢卡申哥欢迎他们去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一些 不可说的默契啦 就说因为白俄罗斯担心被波兰攻击嘛 那他也对白俄罗斯的军队没有信心嘛 所以就觉得网格纳有一些军人训练的成绩很不错 甚至有可能在当地招募白俄罗斯的人来加入 我看过一个资料是 那个规模可能还会扩大 不会只有8000人 可是到时候就已经不叫做瓦格纳了 可能会另外取名字啦 那基本上就是跟白俄罗斯政府要建立一些合作关系啊 那这个坦白讲是互利啦 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普利格金跟瓦格纳就离开俄罗斯嘛 那未来如果他们在北约的前沿 如果有一些冲突啦 那对不起跟我俄罗斯没有关系啊 所以在这里就有一点灰色地带啦 就说他可以做一些普京不方便做 可是想做的事 那因为他前一阵子刚把核武器搬到白俄罗斯嘛 所以坦白讲你那个地方要战争要打大也不可能 那可是 白俄罗斯还是想要强化他自己的地面部队嘛 所以我认为他会有一段时间要待在那里 而且还有对乌克兰还有另外一个威慑的作用啊 因为白俄罗斯距离基辅只有100公里 那以瓦格纳的角程啊 我看大概不到半天就走到了啦 所以对基辅来讲有点腹背受敌啦 我觉得这个坦白讲是 我认为是普京的一个很多重的复杂布局 这其中一环啊 就是说白俄罗斯跟俄罗斯是什么关系大家都知道嘛 那他一方面也想从事军事制度的管理上的改革 所以我不能够再让这个傭兵在外面都不受管理啊 所以就把这个要距离待在俄罗斯的你就要解编嘛 那就纳入了俄罗斯的国防军 那以后就归俄罗斯国防部来管理了嘛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然后也藉由这一次整编 瓦格纳进入俄罗斯国防军的过程啊 我认为他也会整顿一下俄罗斯军队里面的一些问题啦 比如说这个瓦格纳从罗斯托夫往北走 要去莫斯科的过程啊 几乎没有面对作战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其实不是表示在莫斯科南方的那些国防军 都不愿意跟他交战 那差点让他进入莫斯科 所以据我了解是他也要办 为什么你们没有去拦阻他 那牵涉的指挥官相当多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国防军内部 确实有一些强硬派 在慫恿瓦格纳跟邵伊古对干 所以后来抓了一个人嘛 那个苏维洛基就被抓了嘛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俄罗斯内部 这个国防军内部一定是有一些不同意见 不同派系 然后本来对瓦格纳还充满同情啊 那可是看到普京表态嘛 普京表态之后 那个 PRECOGEN就没有正当性了 因为大家还是支持普京为主 因为我有看到一个民调 本来那个PRECOGEN的民调支持度是60啊 仅次于普京哦 是俄罗斯No.2啊 普京大概是81 那PRECOGEN大概是60 那结果 普京发表的那个演讲说他是叛变 他的民调立刻暴跌到29 所以基本上你从这里你就看出 俄罗斯事实上 没有人能够挑战普京啊 即使他做了这个动作 他也必须要说他是 不满国防部长邵伊古 而不是针对普京啊 所以我觉得 他们就顺这个事啦 然后做了一些多重的布局这样子 嗯 嗯